原住民因为打猎的传统文化 能够拥有自制猎枪 只是需要合法申请执照 并且每两年就必须换发新照 二要提醒族人记得换照 新义警分局 人伦派出所 除了透过部落广播通知大家 村长松永胜也号召村民共同来宣传 呼吁族人尽速拿着猎枪 且往各村派出所登记换照 猎枪自古以来就是原住民族人 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达猎的文化更是重要传统 因此原住民族能够合法持有自制猎枪 只是在法律规范之下去要申请登记 我们分局进统计有529支的自制猎枪 光人人手就有165把 因为无照持有的话 现在虽然没有刑罚的部分 可是还是会被遭到行政财罚3000元 所以在这边因为第13期的患证已经开始了 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同胞 要将自制猎枪背妥持有的申请书 然后一寸的照片两张 要携带它的猎枪 还有旧的执照 还有换照的费用30元等 进度到派出所来提出患证的动作 有关于我们原住民自制的猎枪 每两年都要换发一次 又到了两年一次的换照时间 自制猎枪登记率最高的人和村 在村长的号召之下 一同来到仁伦派出所进行换照登记 族人呼吁大家都能够赶紧来申请 必须要注意安全的使用枪支 第一个就是随时假设枪列已有子弹 枪口应指向安全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射击前要确认目标及其 后方有安全抗律 除射击之外手指 绝对误极板击 第三个就是枪支应设置 装柜上手保管 第四个就是九后觉得不能拿枪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原住民的枪支 对我们原住民来讲说真的是 从早期荷兰人到日本时代统治之下 就开始有裂枪这个文化了 所以裂枪对我们当地的原住民 不管是我们布农族 还有所有九族 其他族都是一样 对我们这个枪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早期就是以锁列为主 感谢军局给他们合法的枪支 原住民因为打猎的传统国话 能够持有巨支猎枪 只是需要合法申请执照 并且每两年都需要换新照 新衣警分局肯贴心地提醒族人相亲 都能够尽数前往各顺派出所办理 记者才是写新衣箱采访报导 请优再ass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